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张卜生这个大菩萨来到你们这儿 我面前的餐饯纸特别好用 为什么 来一个哭一个 我就是你们诉苦的对象 说好听一点是个大菩萨给你们来诉苦 说不好听一点是你们的垃圾桶 所有的业力 所有的怨恨 所有的烦恼 拼命地向老师倾诉 然后都倒到我这个垃圾桶里 然后帮你们去净化 菩萨就是干这事的 你也要干这事 所以这就是什么 你要花见本尊 如果张卜生没有本尊法 没有点这个定力 那痛苦的不是你们 是我 为什么 你们一个人的痛苦都那么难受了 你们千人万人的痛苦都给我 你说我有多难受 你想象着就知道了 没有 我是空的 我是地藏 我是三千个大千世界 你无非把你的痛苦 倒到了这个三千个大千世界的虚空里 我帮你化掉 不要再藏在你那个小心眼里面 那个小身体里面 你哪能受得了呢 因为你扛的是五十节的生死轮回的业债啊 你不是今生的业债 你今生才有多少业债啊 你五十节生死轮回 我的师父熊教授教我的时候 说你要好好修道 你这个家伙 五十节的业债那么重 我说师父那个我就这一辈子吗 我叫张卜生 我这一辈子才叫张卜生 才开始 他说你驼骨如山 你知道喜马拉雅山八千米高吗 你五十节生死轮回 死一辈子有一堆骨头 死一辈子有一堆骨头 你的骨头堆积起来如喜马拉雅山 那么高那么大 喜马拉雅山你们去过 那么高那么大 你脱骨都那么多了 那一世的骨上 承载着多少业力啊 一辈子的业力 一辈子的业力 你一天做多少业力啊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难言斧提之众生 就是我们这些人 起心动念无不识恶 一天起多少个心 动多是个念头 那你有多少个业障 所以你一辈子的业障 都像大海像大山 数不清楚 还有你每一辈子脱的骨头 像西班拉雅山那么高 那你说你有多少业障 所以是有的人说 师父啊 你为什么老做法会啊 你到底让我这一辈子做多少次法会 我的业障就没了 我就成佛了 我说是很简单 你成佛了 你就没有业障了 你没成佛之前 没有一个没有业障的 你就好好消吧 你这辈子都难消 你天天做法会 你都未必能消得了 何况一个月做一次 你还觉得烦 你还觉得烦